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个历史教科书给后人去讲述 那最近这两天在进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看有一些小的事情发生 也有些大的事情发生 我们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们所得到的一些信息 前两天 昨天也没有说话 其实这个信息呢 昨天就有了 就是昨天我们先看到川普 他在他的推特上 他发了一个推文 他说我赢了 赢了什么呢 他赢了那个Michigan那个州 他说他赢了 那个州原来是他输的嘛 这个州是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在点票的过程当中 点完了以后 最终要认证 英文叫要由这个选举委员会 发一个certificate 就是认证这个投票的结果 是不是正确 那他们这个在选举委员会里边 有两个共和党的人 就是选举委员会的委员 他们在决定签这个认证的时候 他们就拒绝签字 为什么要拒绝签字呢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 在这个地区的选票 多于有权力投票的选民 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吧 这个地区有100个人是符合投票的 最多最多也就投出100票 就是如果百分之百的人都来投票的话 那也就是100票 或者说有100个人注册登记了 我们要来投票 这是注册的选民 当投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点票了 结果一点呢 说点出来了171张选票 那也就是说 如果百分之百的人都来投了 就算没有问题 那71个选票是谁投呢 没有嘛 这很简单就是叫灌票 灌进去了 那在这个地方呢 确实之前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也有很多很多的爆料 还有一些司法就围绕这个地区呢 在做 什么呢 就是我们已经谈过两次了 在这个地区呢 有人在那监票 监票 有人看见在凌晨 他们是这个10点 晚上10点到5点那个班嘛 他是轮班制嘛 我就监票 就监到这个时候 所以他说 已经有 我已经看到有两个人 这个已经爆料了 他都是那个地区的监票员 在凌晨3点到4点的时候呢 这个大厅的地下室的门啊 就开了 开了以后呢 他看过去 他就看见有一辆U1 停在那 然后后门打开 然后开始卸选票 另外还有两辆车 Truck 也就是说 他看到了有三辆车在那卸选票 他也不知道 这选票从哪来的 他这个选票卸下来以后呢 直接就上台子了 上台子以后呢 大家打开一点呢 就是拜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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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的爆料 就是发生在这个区 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一种爆料 我们分析呢 那这批票 有可能是印好的真正的选票 这些选票印好之后 他没有拿出来 存放在一个地方 但是已经勾好了 拜登 这已经勾好了 等 等什么呢 如果这个地区的选举的结果是拜登赢 这批选票就销毁了 就不用了 但是到了凌晨三点 已经一般两点多就结束了 到了凌晨三点 眼看这个川普是大幅度领先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命令 让这个选票运往点票的地方 是一个体育场里面嘛 然后在那个地方点票 所以这个时候就在凌晨三点到四点的时候呢 就有卡车往那个地方卸选票 那这部分选票应该就是生印出来的 完全没有任何人去投的一些灌票 那这些票灌进去了以后呢 就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拜登取现资 坐电梯就上去了 就变成了拜登赢了 所以这部分票应该就是这么出来的 从逻辑来分析判断的话 跑不出去 因为这些事情已经都大量都是曝光的 都是公开的信息了 我们只是把公开的信息 拿过来进行分析 整理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这是我们的判断 因此在这个地方呢 就出现了有那么多的票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选民 所以那些票一定是多出来的 显然不对了 不可能了 所以这两个共和党的选举委员 或者委员就拒绝签字 由于他不签字呢 得出事了 这个民主党呢 或者什么什么人 开始进行的威胁恐吓 甚至把他们家的孩子的信息 他们家的住址信息 都放在了公开的网上 意思就是说 你要不签的字 你家你将会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甚至什么死亡威胁都来了 当时这个川普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拒绝签字了 所以川普就在他那个推文上就说 我赢了这个州了 他赢了 结果呢不到两个小时呢 又出现一个新的消息 在网络上传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两个人呢 屈服于压力 说签字了 等于这个是又翻转了 又翻转了 这个就是说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按道理 在美国这个国家 如果你去威胁一个公务人员 由于选举 我要威胁你 让你为一个违法东西签字 这个威胁的人应该是犯有刑事罪的 应该是被抓起来的 但是呢 我们就看到了 在美国 他这样的公开的威胁 而导致那两个人害怕了 害怕了以后呢 就说 哎呀 那就重新考虑吧 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一个明目张胆的一种威胁 一种恐吓 没有受到司法的制裁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整个的 美国的司法系统 警察系统 以及整个的这个政府机构 对这样一个违法的事实 都纵容 这个也是很多人 完完全全之前没有想到的 那这个事情呢 到了今天早晨呢 我又看到一些消息 就是说 他们没有真正的去签字 他只是说 提出一些条件 这样吧 由周的这个检查审计来重新来看吧 他想把这个责任推出去 就说 我也不签字 我也不说我要签字 我也不说要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们两个人 其实还是害怕了 还是缩回来了 但是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威胁已经被曝光了 就算他们两个人现在签了字了 说算了吧 就认同了吧 反正知道你是假的 反正我也惹不起你 就签字了 如果这个事情已经被曝光的话 这个把它拿到更高一级的司法系统呢 还是能给他翻回来的 因为他是在被威胁的情况下 签了这个字 这个字应该从法律上来说 应该是不生效的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呢 就是突然的翻盘 突然的有翻回来 又翻过去 这个事情就等于在这个民间呀 传说呀 大家就是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不高兴 高兴不高兴 就跟着坐垫滴着 踪踪踪踪 上下上了下去 这个也是 不管怎么样 这个反映出了一些事情 反映出什么呢 第一 那个贯票量很大 太大了 完全不可接受了 第二呢 如果你要反对的话 我就威胁你 我威胁你 我还得到了司法的背书 也就是警察不抓我 司法不控告我 官员都不说我 我就威胁你 甚至再怎么怎么样 很可能 整个那个司法系统 都是不动作的 这个呢 是反映出这样一个现象 这个是昨天的事情 因为昨天呢 还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川普的律师 在一些媒体上 公开发表 指责或者叫警告 警告谁呢 他说警告那些州的州务卿 或者叫州长 你们在背书签字的时候 你们要想好 你如果你们签的是一个假的东西 你背书签字了 你要负起法律责任的 他是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在说 他也不说理由 他只是警告那些州务卿 你们在签字 因为背书签字 报上来就等于是落听了 我们就退到胡了 就这样的说法 这个呢 说明他有一些什么依据 他这么警告这些各州 再有呢 昨天还是发生了 另外一个小的新闻 就是说川普新任的这个代理国防部长 他呢 也是公开的告诉大家 现在的美军的特种部队 要直接跟他联系 不要按照传统的你的上级 去汇报你所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 现任的代理国防部长呢 他直接来指挥美军的特种部队 这个动作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军队将进入这个大选 这个是很明确的 而且国防部长 他直接是由川普领导的 他在走他们一个 在马他们那个旗 马他们那个阵 也就是说特种部队 再有什么事情 他不听你们那个地区 那个小主管了 直接由国防部长 直接指挥美军特种部队 做什么事情 我们一会儿再说 紧接着今天呢 我们又看到了 就是有消息说 那个伺服器 就是那个选举软件 Domini那个软件 他在一个伺服器上运转 这个伺服器上面的数据呢 已经被他们给恢复了 当这个数据一旦恢复之后呢 他们就清楚地看到 在某个州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在几点钟几点钟 停止机票 停止机票以后呢 就出现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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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数据完全恢复以后呢 那所有通过电脑 来做票的所有的证据 就已经被川普的团队给掌握了 因为这些州到今天都没开完了 对吗 还有在开呢 为什么开不完 他不知道下面怎么编了 怎么来调了 这是说从电脑系统 从这个软件系统 他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爆票的一个数据 这个伺服器的如果原始的东西 一旦被恢复之后呢 那整个他在这个电脑层面 他做票的一些证据就已经被拿到了 当这个东西被拿到以后 如果把这个东西提交给司法 那这个就构成了一个 在选举上来说 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犯罪行为了 如果这个犯罪行为 根据美国的法律 需要怎么怎么样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应该由 美军的特种部队来执行逮捕行动了 这个是一个大规模的 应该是在全国范围之内的一个逮捕行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新闻 是有这一些迹象 那这些事情是不是会发生呢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只是说 看看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些什么新闻爆出来 那我们按照这些新闻呢 去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做一个我们很简单的评判 我们的评判未必准确 但是呢 我们主要是看这次美国大选呢 为什么花了那么多时间来看呢 就是因为我们事先知道 有这么一个剧本 而这个剧本是干什么呢 就是做票的剧本 造假的剧本 不相信 但是要看 看到今天呢 确实是这个剧本呢 是在照着剧本在演出 也就是 11月3号 我晚上一直看 看到凌晨 都困得不得了 还在看 是不是这样啊 果然是这样 该点完都点完了 不该点完那几个周 就是点不完 到今天都点不完 这是就是剧本写的 就是说它在 做票啊 造假呀 它是有计划的 这个计划已经进行了 很长时间了 那所以现在 事情走到今天 已经有很多的新的信息 在发生了 那我们呢 就慢慢的去跟踪 我们还是滞后一下 就是看一看 如果有前面的消息出来了 有人在爆料了 或者有一些新闻在传播了 我们根据这些新闻呢 再做出我们的一些评判 这些评判呢 可能不正确 仅仅供大家参考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戏还真的是挺精彩的 把整个这个 做票系统的所有的黑幕 彻底曝光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说如果啊 如果真的是 这个私服器上的 全部的数据 已经被恢复了 而且证明在美国的某些州 他们有这样的 作弊的手段的话 那这个一定是犯罪行为 那这个抓捕行动就会开始 当开始抓捕的时候 这个社会可能就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大家去想 所以这个 好像这次选举啊 已经到了这种 你死我活这个层面了 这个用文的手法能解决了 可能要动武了 因为军队 为什么这次要军队出来呢 就是现在的FBI CIA或者警察 司法系统 已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系统了 或者说川普阵营 他认为这个系统都已经不动作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不得不使用特种部队 由军队来出面 进行抓捕行动 这个事情就显得这个剧啊 就更加精彩了 更有看头了 更有研究的内容了 所以我们这两天呢 再继续看一看啊 如果有新的消息呢 就和大家分享 如果没有新的消息呢 我们就谈一谈别的 谈一谈金融啊 或者谈一谈生活啊 都可以 好 在美国的朋友们 在美国同学们 大家要小心 保重 好 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